自从结束百灵世界杯以后 夺冠的全红禅 一直在国内备战巴黎奥运会 期待实现未免为国争光 也能够为家乡天才 在红姐努力集训的同时 恰逢这几天精明假期 全红禅老家湛江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得到了最高领域 全红禅老乡在社媒发布的视频来看 当天全市家族浩浩荡荡 上千人在老家集结 全红禅加油 当天的横幅全部都是提及先辈的 只有一条是专门为全红禅定制的 从这一点足以看得出来 他在家族中的地位 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 如果他们是全世界五六十亿人中的冠军 为祖国和家乡争了光 无论获得什么样的礼遇和尊重 我都觉得不过分 全红禅无疑实至名归 这个荣誉百年不遇 在祖宗面前值得祭告一番 这应该是有权幸以来 能做到全世界第一最光宗要祖的事了 毫无疑问 全红禅如今不仅仅是家里的骄傲 更是全村整个全世族谱的骄傲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整个家族 这颗性该捧 凡是为国家争了光 做了贡献的人 都应该受到应有的礼遇 这样才能激发向上的动力 全红禅为国争光 全世家族自然是全体沾光 中国人讲笑 全红禅为国争光 为家族争光 为父母争光 为全世扬名贤祖 值得祝贺 其实家族的规矩也是很实力的 如果女孩子默默无闻 也许都不用去祭祖 都没有去的份 就是因为出名了 所以就有了资格 就光宗耀祖 就是骄傲了 当然全红禅的父母更应助喜 在网上看到全红禅父母 观看全红禅比赛 获奖的表情 欢呼相互击掌的画面 很感动 尤其是其父拒绝社会企业 对其家庭慰问金 不愿消费女儿的荣誉 真该给一个大大的赞 从一个穷孩子 到如今的奥运冠军 全红禅这一路走来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中间吃了多少苦 只有她自己知道 全红禅可以走到现在 除了家人的支持之外 和她自身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毫无疑问 全红禅是非常棒的 一人称起全家族的荣耀和兴旺 今年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 我们也希望 全中国各姓氏的子孙后代 都人才辈出 在各行各业 做出优异成绩 给自己的姓氏家族争光 更为中华民族争光